双手核实跪地祈福 蒋旺安合体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三度到邻居护国禅寺 方染意过世民众祈福 续攻对手陈时中防疫不力 落跑拼选举 不过国民党副主席夏立炎 日前仿中争议与波荡漾 传出朱立伦也很担心 蒋旺安屡屡被轰躺平 选情不乐观 不仅特别安排人马进入团队 组成决策新铁三角 更定调策略尊科打中 我不知道这个从哪里来的 但是毫无疑问的 这次竞选的候选人 最主要我们的对手 是民进党的陈时中 柯市长又不是候选人 否认北市选情拉紧报 不过蒋旺安先前提出 预约公车座位的政见 惨遭对手围剿 将他提出来的一些政策 可能可以更清楚一点 不会像公车的政策 到现在我们他还没有办法弄清楚 他真正的意涵是什么 波着蒋旺安政见出包 陈时中也深陷入骂里长无脑争议 里长不但气到哭 反呛脑水肿 蒋旺安也趁机很酸 哇 好大的官威 对于好大的官威 这句话就蛮有意见的 我现在只是一个应该说怎么讲 就是努力的在寻求大家支持的候选人 那也得到大家很多善意的一些回应 我没有任何的官职 那倒是蒋先生现在是立法委员 我想这可能他自己没有把它弄清楚 蓝绿双方激烈护咬 还都被回力标打中 倒是黄珊珊隔岸官火 反而语翁得利 华语新闻蔡指令大倩台北报道 请订阅按赞 分享华语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要开启小铃铛 只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